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名家JYP娛乐将在明年2月发表新人女团 JYP娛乐昨天公开了新的SNS账号JYPN 预告了将会有记Wonder Girls Missing TWICE一集之后的全新女团的出道计划 根据媒体报道 JYP娛乐在公司创立以来 首次以女性理事为主车 新设了专门为2022JYP女团的第四本部 而第四本部是由发掘培训Wonder Girls参名 2am起门 2pm 日空 TWICE 乔年餐纳机有子余 Day 6 4K K7 马克 杰森 乌年餐 3 kids 乔年皮里斯的王牌工作团队所组成 然后在今天 JYPN 频道公开了一个新的海报 介绍了Blind Package Blind Package是在7月16号到25号这10天 贩卖的新人女团限定版出道专辑 而购买的Blind Package将在2022年2月 新人女团出道的时候发送 在还没有公开任何有关新人女团消息的情况下 半年前开始就进行这种民意般的宣传贩卖方式 能看出来JYP对这次的新人女团非常有信心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JYP女团们出道歌的时间确实是有点短 但是因为都成功了 换作我也会想早点推出的 其实很久之前就说过 等你9出道后会再喊我再推出一个团体 哇 是那个发觉新人很厉害的理事组成的王牌团队的话 真的是非常期待 为什么偏偏要在现役女团有杂音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新闻呢 但是按照日期的话 不应该要推出男团吗 是不是因为TWIS明年面临续约所以才这样呢 对于JYP娱乐明年要推出的新人女团 以及Blind Packag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AC-TG零在5月10号发表的正规第一张专辑版 专辑销售达到203万张 而在6月28号发表的RePackage专辑 Hello Feature的专辑销售量达到119万张 所以正规第一张专辑的总销售量突破了323万张 也登上了2021年上半期专辑销售量排行的一位 而不只是在专辑销售量 先取Hello Feature也在Contact当上了音源排行榜的一位 虽然前几天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希望我们不要因为一件事情而否认了他们的努力 也希望成员们以后能给我们看到更好的一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来到金中古家里的总销售 前几天金中古开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金中古 在不到短短一天的时间就达到了100万的订阅 而各个影片的观看次数也是 好险 然后在昨天金中古邀请了总销售到自己的家 因为总销售几乎没有出演过YouTube频道 所以总销售加上金中古这个影片 马上就登上了发售影片的一位 不到一天就突破了540多万的观看次数 但是在昨天的影片中 金中古的一句话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为了大家的幸福指数大家可以吃想要吃的东西 但是就算很累也能持续运动的话 虽然可能是不能维持可以拍摄到partypropriet的体脂肪 但是最起码可以做到我的这种程度 纪有能出演YouTube已经是大发了 竟然还是金中古的YouTube 太喜欢这组合了 金中古在旁边唠叨 从销售也不会在乎 看着从销售在吃 金中古不知不觉的叹气了 从销售真的是越看越可爱 一直想看 喜欢人你们或者是金中古从销售的人 一定要去看看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